歡迎來到我的行銷大學檔 那今天我們還是一樣 來到我們的為你練書這個 專題 那今天我們講的是昨天 我舉了有用六本書給 給大家來 點播 點播你知道什麼叫點播嗎 就我昨天 前上個禮拜買了 我在博克蘭買了 八本書 然後先送了六本來 然後 攤開給大家看都是新書 然後就說看誰要先 看哪一本 跟我說我就用哪一本 先講哪一本 然後剛好就有朋友有兩個 直接來跟我講說他想要看這一本 因為還是他他的視頻度還是比較高一點 大前演藝的 大前演藝的科技4.0 然後 網路穿 就是網路穿聯的 網路穿聯時代的新商業模式 那我想大前演藝他就知道了 那M型化社會就是他講的嘛 然後那個 然後什麼前前前前前年講的那個日本已經進入了無腦時代 台灣也是無腦時代嘛 都是他提的 提的一個 還有什麼窗邊族 日本 日本面臨的那老人化社會 還有公司裡面的一些代退 代退的一些現象 就是他 他所提出來的一些見解 所以 朋友看到說 大前演藝要出新書了 所以他們就很想 很想來看 因為他們 講坦白的 他們也沒時間去看 看了本書 這本書其實 講的 不是很 很深 我第一個講 我看 看了一下 講的書不是很深 但是那還是有幾個點 可以來講 這也是講到說我們在講的這些點裡面怎麼來去判斷 那因為他講的這個科技4.0 那對科技4.0這一塊對科技的一些名詞的話 這本書裡面講到幾個主要的名詞 如果你不懂的話 那你可能會 胡一個半天 這是什麼東西呀 那是什麼東西呀 但是這對我們來講 這一 是 變成我們來講是 已經變成這種common sense 就是一種常識性的一種名詞 但是對於一些沒有接觸這個領域的人 可能就他連這個詞他可能都不懂 所以也就是 而有我 透過我 用一些口語的話來跟你們講 跟你們解釋 那你們聽得懂 OK 要不然有些大師在講的話有時候你還是聽不懂的 懂嗎 所以 買書看書不一定就是一定有效 有時候你看 你裡面有一些東西你看不懂的話 還是沒辦法 還是要由我來幫你們解釋吧 有些書是 我是會用我的觀點來解釋一下 大千元一寫這本書其實 他 講的一些觀點是現在你如果有接觸到一些 新的科技領域的話 你會發現他寫了一些 東西是已經現在在我們生活中已經慢慢在 實現出來的一些東西 已經慢慢在忽衍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看這本書 我講坦白的 是第一章 第一章講的內容 是 他自己所新寫的 二三四章是在去年 他有創辦了一個學校 有創辦了一個學校 全家湖 你還沒學校 他有創辦一個學校的BBT 就 Bissing Space Source University 就是一個 Agro Replace 對啊 Ego Ego 換他 OK 他講的 他涉獵這個學校 其實他這本書裡面也是在 在打他自己的涉獵這個學校 就BBT BBT這間學校的廣告 他做第一章裡面講的 一些 是他今年 二月寫的東西 之外 其他的二三四章所講的 Fintech IoT GPS 這些東西都是他在2016年就講 那在2016年講Fintech 講IoT 講Fintech 是算非常 算新穎的東西 講IoT也算是 去年IoT就很熱門 講GPS 也是在講 也是從區別是非常熱門的東西 但是拿到今年來講的話 書裡面 今年再來講 IoT 再講 GPS的 的這種 定位 定位 財富 定位 財的話 還有Fintech 就有一點 有點晚了 OK 但是 他裡面又把 還要介紹一下 以他的觀點 他把這些東西用在這個時候 再把它總結 總和一下 他說 未來的世界會 因為這三件東西 四件東西 改變成什麼樣的世界 他在這本書裡面 第一章 就大體的把它講出來 然後二三四章 才來講一下 剛剛我們所講的 Fintech GPS IoT 這三樣東西 然後最後他講了一個 AI 人工智慧 這 如果不懂的人 再講 我剛剛講了 再講 Fintech Fintech 就現在炒得非常火熱的 金融科技 就是現在我 我也是在當一家 一家 金融科技公司的 的行銷顧問 就社群行銷顧問 一家 他們在專門要做那個 機器人理財 機器人理財在 今年如果 金融的金融理沙盒過了 金融的建理沙盒過的話 台灣會掀起一波熱潮 就現在很多銀行都一直在推出說他們 是用機器人在幫你理財 但是 其實講什麼現在這些銀行提的機器人理財根本不是真正機器人理財 是我在 小五 是我在 做行銷顧問的這間公司 他們所講的金融理財 才是真的一種 真的國外 或是現在世界上在 引領潮流在 在大家的專門的一個 一個金融理財 的模式 金融理財 零為晚安 所以我們現在要講的是這些東西 然後 然後在第 第三章他講的是GPS 就說 現在你 人走到哪裡 生意就可能到哪裡 你能出現在這邊 生意就可能在你周遭發 都可以發生出來 你人在這個地方 就有人可以跟你做生意 所以說他現在要的不是說 你以前是人在哪邊才可以做生意 要到你要特定到哪個場域 你才可以做生意 而現在生意 生意的模式是怎樣 是你在哪裡生意就到哪裡去 所以這 講的GPS GPS 就是定位系統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嘛 現在用定位系統 你可以去做什麼事情 吃東西 找東西 坐計程車幹嘛 都是 都是從這邊來的嘛 OK 所以 這是他第3章講的 第4章講的 他講的是IoT 就像物聯網的這個世界 物聯網世界已經開始在 在 流行 已經開始在普及了 昨天 有一個新聞 我朋友寫一個新聞講說 現在其實 在講要講 IoT裡面 大家都還在等待的時候 如果IoT能全面實施的話 是要5G 5G的 網路時代 5G網路時代 其實在 韓國跟大陸現在跑得很先 而且是以後真的是大陸的世界 為什麼 因為5G 網路 5G網路的制定者 跟審核者 是誰 是華為 華為是誰 中國大陸的公司 所以以後5G事業再開通的話 是大陸的 大陸人說了算 那現在跑得最快是韓國 還有日本 韓國說他們在2018 明年就 年底就要測試5G的 5G的訊號 然後在2020年的時候 他們說 就要創造出2500兆 2500兆 5G的 的這種 的這個 未來的那個 的商機 OK2500兆 所以你知道 5G現在我們4G在聯網已經過關了 5G的聯網是大概1000倍 速度是1000倍 的速度 所以當我們到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 家庭裡面的什麼東西都是 都是聯網 都是可以各自聯網 所以這是在第四章 他會講的一個點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在講的 第一章裡面 就總整 我們這個 這個 我因為他每一章 都是一個大的 項目 因為在講Fintech Fintech 我怕 你們也是不懂 所以我會講 Fintech來講一次 然後第三章的 GPS 現在的 所謂的 最接近我們生活上 會用到的 這種 定位 定位財 定位的商機 這就 我在 幫一些 一些小型商家 在做一些 行銷顧問 就是說 你有沒有辦法 讓 人隨時隨時找得到你 你的公司 你的餐廳 你的飯店 你的旅社 你的民宿 有沒有讓 別人隨時隨時可以找到你 看得到你 了解你 看得到你 不是像你看得到說你的飯店在這邊 而且是可以非常深刻的 看到 你的設備有哪些 這就我現在在幫人家做的 明天 明天我要去 彰化 去彰化 去 去 也是做 跟東森房屋做演講 然後 這是第2次跟他們做演講 上次一次是教高雄區的東森房屋的 那這一次去彰化是叫中區的東森房屋的人 然後講就是要 房 賣房 重要不要跟社群結合 賣房重要不要跟科技結合 這就是我現在在教在做一些顧問的一些 所以 上次講了一次高雄場之後講得不錯的話馬上有安排我到中部去講的這一場 或是明天在彰化跟東森房屋做一個 中部中區的一個專題 專題 跟他們的一些 我們講 房仲業如何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跟社群結合 來跟最新最方便的數位科技做結合來 賣你的房子 OK 這次說明天明天要去跟東森房屋演講的 那今天講的是第 所以 第一張點 第一張點我講的是說 他是大前院今年2月才寫的東西 所以他裡面的東西就比較 比較新一點的觀念 比較新一點的觀念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裡面講的是 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在科技這4.0的領域裡面其實是有 四大領域要來講 一個就我們剛才講的是 Fintech 金融科技叫Fintech Fintech就是一個 兩個字的 的簡稱 Fin Fin 就是 金融 Fin 然後Tech 就是Technology 所以他 Fintech是一個新的名詞 新的英文名詞 叫 Finance Technology 所以他把 Fin 取出來 跟Technology的 Tech 前面是個單字 TEC GH取出來 把它合併起來 就叫 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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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Nalgae拿掉 Fintech 所以這叫做金融科技 所以他 講說現在在科技4.0裡面講的 就是這四大 第一個是金融科技 第二個是剛才我講的 GPS的 你的定位材 為了定位商機 第三個講的就是 IoT IoT的連線 IoT的世界 第四個講的就是未來的AI人工智慧的模式 AI人工智慧都吵得飛揚揚的嘛 就前一陣子5月的時候吵得最火紅的是 ApaGo打敗了 打敗了那個 那個科技嘛 中國維新國手 然後 世界維新冠軍 然後這也繞了一個風風雨雨 反正很多事情可以 可以蠻好 蠻好笑的 有人贊同 有人不贊同 然後 AI也 演發了 世界兩大富豪 對 在對嗆嘛 臉書的老闆 跟 跟我們現在 這個 Tesla 就電動車的老闆 兩個在 在 對嗆說 AI到底對人類好不好 然後我們在講說 他第一章裡面講說 要進入這個 科技4.0的這個世界 產生科技4.0的世界 其實要還是有四種要素 第一個要素是 實體經濟還是存序 還是存序要在 不能說 他沒有講說 以前都講說 實體經濟會消失 就像之前馬雲跟王健林講 實體經濟 未來要虛擬世界的交易 就電子商務的交易 跟實體經濟交易 馬雲說未來 虛擬世界的交易 超過 實體經濟的交易 王健林說 未來虛擬世界的交易 不可能 超過 實體經濟的交易 所以兩個對賭嘛 想要賭一個嘛 誰誰贏了 就誰給誰一個億嘛 這件事情也鬧得 然後有新聞滿天悲 OK 那現在到底是誰 對了誰錯 現在大家還在看 實體經濟還是很強 虛擬經濟還是很強嘛 那現在今天 大潛因就跟你講說 在進入科技4.0這塊的時候 實體經濟是 還是維持在的 還是維持在 他還是一個 非常實際 因為人總是要 面對一個 實體東西去過 你有虛擬空間的生活 你還是要 實體空間的生活 所以他 說在進入 科技4.0 科技4.0這塊的時候 還是一樣 實體經濟 還是 唯一 還是一樣要存在的 一個東西 所以他說 進入科技4.0 的四個要素 裡面還是一樣 我講的是 實體經濟 然後再過來 他講的是 無國界 第二點是 無國界的經濟 無國界經濟講的就是 現在經濟情況已經變成是 非 國家 跟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 這 很明顯 只是你們沒發覺什麼叫 為什麼叫沒有國家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局很明白 一個東西嗎 你們跟阿里巴巴買 跟淘寶買過東西沒有 你跟蝦皮買過東西沒有 你跟露天買過東西沒有 露天講坦白的 其實也 也算是外商 你跟阿里巴巴巴買過東西沒有 你之前Uber在進入台灣的時候你有沒有用Uber 打過車子 你在台灣你有沒有用Airbnb去訂過民宿 訂過房子 這些企業 是屬於台灣企業嗎 是嗎 不是 所以他講說現在的無國界的 經濟 無國界的經濟 已經變成是說 現在的 經濟的體制 經濟的公司 他們所營造的 的這種 經濟範圍 範圍 已經不是在一個國家之內 是遍佈全世界 遍佈每個地區 因為這個重要一個點 等一下我講的是 網絡 網絡的一個問題 所以無國界經濟 這種科技的範疇 跟科技的範圍跟影響力 所以他現在講的是數位 大陸 所謂的大陸 不如中國大陸那個大陸 就像北美洲 歐洲 非洲 這種大陸 就是一個 比島嶼還快啊 還大非常大的 一個 一個範疇 一個領域 一個範圍 就對了 因為找不到那個 你不能問到 數位 數位地球 數位星球 那數位星球的話 你會比較 那有地球 那可能還有外地區 所以他 沒辦法用這種詞 所以他就用大陸的 模式來 號稱說 現在講的數位模式 跟以前在講的數位 島嶼 這種小塊 摄個底下 摄個底下的模式 已經不符合現在的科技4.0 所要求的 經濟範疇 經濟可以控制的一個點 所以他講的是數位大陸的一個 一個更大的範疇 來講說科技4.0 它的影響度 都放了 擴極的更大 OK 那再過來他講的是說 網路形成的 看 第三點是網路形成的 看不見的新大陸 剛才講的是 這個大 數位大陸變成新大陸 新數位大陸的時候 這個大陸就是 所謂 看不見的新大陸 網路形成的一個 看不見的新大陸 這個新大陸就是我們所說的 Amazon 是一間公司 阿里巴巴是一間公司 Uber是一間公司 Airbnb是一間公司 Shoppy是一間公司 可是他們的影響力 不是只有他們國家 不是這家公司 不是只有一個家庭 不是一個縣市 不是一個國家 而是 整個全世界 所以剛剛說 網路形成的是一個 看不見的一個新大陸 這裡面等一下會講到 這看不見的新大陸 還會有一個 非常特別的現象 叫新落差 我們等一下 來講什麼叫做數位的新 因為數位科技的發達 產生了一個新落差 這個落差 我也很好玩的一個點喔 等一下會講給大家 數位落差的一個點 跟大家在想說落差就是可能是 大 先進的國家 永遠在數位科技這一塊會 贏 那些落後國家會贏很多 錯了 我想想看 OK 為什麼 這樣我等一下馬上會講 那這塊是倍數問題 也是因為說現在的經濟範疇 從以前只是一個國家 或一個國家的部分經濟體 所產生出來的經濟效益 那現在因為是數位 變成無國界 無國界模式 而所產生的一個東西出來說 他的經濟範疇是遠高於以前的模式 他所賺的錢 是遠高於以前的 可能的 集合數 以前只是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 那現在賺的這些 這些 這些 公司 Amazon Amazon Uber Airbnb 阿里巴巴 他們這些公司的市值 你現在是知道多少嗎 現在最大Amazon市值是多少 你知道嗎 五千 五千億美金 五千億美金 阿里巴巴也四千八百億美金 所以你就知道這些公司的誇張度吧 OK 還有在講說 這倍數問題是也有可視 因為一些新的 數位新科技的一些公司 他的 因為他的前張性 他的發展性會變得 比以前傳統性的公司的發展性更快 更快 所欣賞 的那種 成長度 會更 更搭吧 OK 晚安 可以回去再回聽一下 還是要休息 不要讓我感 我自己也感覺我 我也要用這個 用的我自己都快爆肝的感覺 OK OK 晚安喔 我撐不住就要趕快睡覺 OK 拜拜 那 不是我 我還要繼續講下去 OK 那有時候 有時候也是 承諾自己 要直播一年了 所以 也是一直要承諾自己要實現 這一件事情 所以也變得 一定要做下去 然後也有時候也動的真的是有一點 累 但是承諾了就是承諾了 做就是要做 不能 不做 你 有時候人就這樣子 你 做這個時間點 沒做了 你有時候你一輩子會後悔 所以我今天已經316集了 10月23 22號 23號 我們還剩下70 70幾 316 還剩下69集 我們跨年月那天我在 在聽我演講 去年 去年跨年月 大陸是 在 廣東的深圳 微信 微信 騰訊的大樓裡面 聚集的去聽 一個胖子演講 那今天你們有信的話 那我就換跨年的時候 換我來演講給你們聽 聽我演講應該是還不錯吧 去年 去年 大陸是聽胖子演講 那今年 你可以來聽一個瘦子演講 這樣肚子也是慢慢變大 然後我們繼續講下去了 然後我們繼續講下去了 然後其實他 在這邊講的貝斯問題也是在講說 現在的小型公司它是有人力的喔 以這種未來發展的前景 跟發展性 它是有一些小型公司是有讓人力跟能量去併購 這些大型公司的喔 你會發現最近台灣就發生了一件事情了嗎 這些常在買 購買買這些拍賣東西的人就知道 一間在台灣 幹掉 Yahoo成為第一大 幹掉 為了跟Yahoo拼 現在是台灣第一大 拼了好多人 就拼過去 他是現在是台灣第一大的 Pishon 的露天 Pishon 竟然被一個 還成立兩年多 三年的一家 蝦皮 用不到半年的時間把它搞 搞得比較快 倒在頭 我開始喘了喘了喘了 OK 這個 裡面有一些訊息 這個蝦皮大 那什麼 Pishon大戰 蝦皮蝦皮大戰 Pishon 這裡面有蠻多 蠻多好玩的事情 有幾乎我在講一些裡面的故事 有時候你看這些 玩這些玩久看久 有時候感覺這些企業有時候就很好笑 但也是因為有可能有一次一個 上面 尚未扯一個 錯誤的政策而已 一家公司在台灣 是龍頭地位 也肯垮掉 所以不要相信說有哪些公司不會垮 在10年前 有人跟你講說Yahoo會倒 你相信嗎 不相信 那現在Yahoo倒了沒 倒了 可是我感覺他們現在有在振作 美國公司有指示 我現在有一些 我發現 發現有些媒體 現在沒有跟Google合作廣告 是被Yahoo合作廣告拿去 所以他們可能這邊也有一些 動作 我現在收集一些資訊來跟大家講 也是要來聽我的 這個你有沒有發現 沒有知識也有一些嘗試 其實沒有嘗試 雖然電視現在不看電視 但你現在看我的 為你念書 OK 來你才有一些話 跟人家講 才不會感覺說你 講話無問 OK 懂嗎 然後他講的是說 川普 不是川普 剛剛講的 安倍晉 不是 講我頭髮在講 大前一陣子 其實 在這本書第一章裡面 也罵了日本 也罵了美國 他自己日本人 他自己日本人 也罵了他自己日本人 因為他前一陣子就知道說 他前年有講說 日本人 日本已經進入一個無腦的 世代 無腦的世代 所以他現在講 這本書裡面 他又開始講說 日本人現在真的是一個無腦的世代 不知道反抗 只知道安逸順從 所以說現在日本人 他今天剛好 今天我剛才讀到這邊 他剛好今天安倍 昨天他們的選日本的選舉嘛 安倍 大勝嘛 他說現在日本的國民啊 都知道順從 不知道反抗反正 就無所謂敢 連在野黨 都不敢起來反抗執政黨 會造成今天安倍會大勝 也在 也在我們這個大肆的預測之下 這本書裡面你自己去看 在 在這邊 在第22頁這邊 你可以自己去看 在第22頁這邊 他就有講到說 日本 結果在 為了順從 這本 相關給大家看 那時候 到時候還要不買書 他說 日本 已經變成安倍竟然呼籲的 日本要在什麼 增加大量工作啊 他說這些政策 根本不是一個 真正國家領導者 要提出來一個 有願景的一個政策 但是他提出的政策 他在大前院的感覺 根本就是感覺是錯的 提出竟然連在野黨 人民也不反對 但是連在野黨也不敢出來講話 他說 他預測說 也沒有預測啦 他說 日本會這樣承認下去 他說日本會這樣承認下去 OK 然後他也罵說 呃 現在的這種科技 剛剛講的 科技4.0的經濟 是這樣子的 逢勃 現在的逢勃 川普變成又是鎖國 美國又先什麼方式 他說這樣的經濟方式 可能會 更會 封鎖到你自己國內的經濟 而不是帶動全世界的經濟 我再講的是這個 然後剛剛講的是說 一個科技4.0所產生的新大陸 新大陸 新的落差 科技4.0產生新的落差 這新的落差 大家 一直以為會認為是什麼 就是說 新的國家 一些比較科技發展比較好的國家 制度發展比較好的國家 所以他們在科技的運用上 會更遙遙的領先落後國家 對不對 是不是 不對 不對 這個現象 已經有一個國家 非常明顯 的印證了給我們看 哪一個國家 大陸 在進入科技的這一塊 大陸 現在進入他們 已經是快 無紙幣的 生活了 可是他們以前 的基礎建設 就是我們說 電線桿 拉電線 拉電纜 他們根本做的 是落後全世界國家 一些比較新型國家 是落後的 非常 非常 非常的多 可是 進入了網絡 數位 手機這一塊 通信這一塊 3G跳4G這一塊 大陸 一下子 是全世界 手機密度最高的一個國家 手機使用度最高的國家 而且是網絡使用最優秀 最厲害的一個國家 遠遠超越其他國家 這個現在要看出來 在 非洲 那是烏冠黨 你知道他們 的數位 數位貨幣這一塊 網絡 網絡交易這一塊 手機交易這一塊 已經遙遙領先全世界各個國家 為什麼 因為非洲這種國家你去哪邊 建銀行 建一間銀行要花多少錢 而且你隨時可能銀行被他們拿到牆就搶 他們用在手機直接用手機交易 他們手機交易密度也是全世界現在最高的一個國家之一 所以 現在所謂的 產生的 數位新落差 講的是 反而是這些 原本屬於落後 的國家 他們在進入科技4.0 這一塊 他們可能 就是因為他們之前沒有 一些 一些既有的 建設 或既有的制度 去捧板 他們的 發展 我一下子說我要進入 因為現在 講坦白的 今天科技4.0 只要振我一個政策 就進去了 網路現在太發達了 政策一個新的 以前沒有這種政策 那我就重新 制定的政策 一個新的政策 就直接執行了 可是 在現在的這些國家裡面 原本的先進的國家裡面 可能針對這些 金融 針對這個 我們是講的 Uber的 這個計程車問題 LB&B的 民宿 民宿的 租人問題 原本都有一些規範 而導致這些國家 為了要符合 原本的規範 又要搶進一個 新的規範 之前產生了 非常大的 一個磨合 那這個磨合過程中 快的話就好 慢的話 人家其他國家 落後國 以前 以前數位落後國 已經發展了 非常快 反而這些 原本是 先進的國家 還在 撮合 就變成以後 會變成是 原本是 數位落後的國家 像我們現在是 數位先進國家 而原本 是 經濟 發展的國家 以後會變成 數位落後的國家 這他裡面講的一個 D 那這點 也是 之前就知道 只是大家沒聽過 這是我們知道 我知道 可是可能你們對 沒有這種感覺 你們就完全不曉得 竟然還有這件事情 OK 所以這就是他 第一章講的 你講的 對不懂這些科技4.0的 這些人的話 其實是 還值得買來看 買來看 因為 可以至少了解一次 一次就了解這幾個東西 Fintech IoT GPS 裡面的東西 我們講的是AI 等公司會稍微講到 數位落差 這個 問題 所以 有興趣的 同學啊 朋友也是可以 建議買回來看一下 他講的不深 蠻白話文的 所以 那你看起來不會 不會頭痛 應該還蠻容易吸收的 應該還蠻容易吸收的 晚安 晚吃晚安 然後早點休息 拜拜 拜拜